眾所周知 張敬軒有收藏的習慣 真品多到要租倉才能擺放 有見及此 軒公早前搞了一個限定活動 將多年來的真藏作慈善義賣 短短幾天 義賣品一掃而兇 軒公立刻翻箱倒籠 連自己的貼身衣物都要拿出來義賣 絕對是為慈善豁出去 我也有心理關口想了很久 那些是我的 不是內褲 是內衣 真的我們演唱會打底穿的衣服 一些面質的 甚至乎我的睡衣 都有幾套我的睡衣 那我當時就說不要 後來我們歌迷會的同事就說 不是 他們真的很想跟你有這種親近的關係 你有沒有洗 因為我已經洗了 幾次來到Rorana 我沒有想過 會賣得這麼快 那些東西 我沒有想過會 蛤 不是吧 這樣也有人要 那樣 所以去到 其實我們的準備 我在倉裡收拾出來的東西 不夠撐三天的 所以我去到最後一天 為了令到入場的粉絲 不要落空 怎樣也有些東西拿回家 我已經開始搜尋我自己現在的衣� 那些不再是一些 我不用的 就是我 你做完你直接拿出來的 沒錯 真的 我現在的衣� 只剩下兩件衛衣 我自己現在的家裡的衣� 只剩下兩件衛衣 沒有了 只剩下兩件衛衣 臨近年尾 一眾歌手都發力 為各大樂壇頒獎禮獎項拉票 軒公殺入 《斥殺樂壇我最喜愛的男歌手》 七強名單 除了樂鬥MIRROR 雷著安 姜濤 盧漢廷等勁敵之外 今年還有話題熱爆的大魔王 尹光加入戰團 到底獎項花樂誰家 軒公似乎未戰先投降 一個已經在樂壇貢獻了50年的人 即是他的一生貢獻了給香港樂壇 我覺得尹光哥哥還有一件事是我們沒有的 就是他在戲曲方面的貢獻 戲曲是在我們樂壇 在我們音樂界來說 是相當需要保育的一個環節 所以他獲得的話 我覺得已經是類似一個終身成就獎 即是好像一個 終於給他一個交代 一個行業給他一個很高的認可 還有我最喜愛這個獎項 他多了很多年輕的元素 因為你看到他今年的演唱會 有很多年輕的觀眾 我覺得他給了一個活生生的教科書 我們就是永不言憂 不要因為你的年紀而限制了你的思維 以及你接受新事物的形式 我雖然在幫自己拉票 但我都很希望可以見到尹光哥哥上台 全場我們後輩一起起來 去見到他拿這個杯 我覺得是很感動的 除了喊張敬軒做軒公 最近還要改口叫他做張師傅 事關軒公好友 泰森Yoshi最近忙搬屋 原來是受了軒公的指點迷彰 我經常都跟他說 其實你如果住近市中心一點 你多睡三四個字都差很遠 特別是他現在有駕駛車 他現在有駕駛車 所以我說真的精神很厲害 他也是一個很上心的人 他自己的事業 很多事情都自己親力親為 我說不如我們 一班朋友住近一點 我說你過這條隧道其實都差很遠 現在隧道又加價 所以就叫他不如住出來吧